昨晚遇襲的民陣召集人岑梓杰仍留意 情况稳定 重案组下午到现场调查 未有人被捕 民陣发起星期日 九龙区游行 暂时未收到不反对通知书 柳豪亭报道 旺角区重案组探员 下午到岑梓杰遇襲的阿兰里调查 在附近停泊的私家车 拿走闭路电视片段 又到附近的车房和地盘查问 岑梓杰仍然在广华医院留意 民陣引述岑梓杰所说 兇徒是针对他的头、手和脚部来襲击 头部有三个伤口 每个伤口大约长3至5厘米 膝头和手臂关节肿胀 没有骨折 要继续留院观察 稍后做物理治疗 相信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出席公开活动 没有看到兇徒的面容 也无法确认兇徒属于什么族裔的人士 看到网上有很多传言 可能想针对某些群体追究 但Jimmy刚才也很强调 呼吁大家不要私了 不要私了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高度关注事件 他相信警方会严正跟进 追究责任 有线电视记者刘亭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